文革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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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思通做这两件事情啊 现在来看 回过二十年来 他是战斗主角的 你比方说 如果说我们要追求宪政民主 实际上当年是从 所诉求的 所做的 正是按照宪政民主的办法 来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 对吧 为什么呢 你社会有矛盾 你由宪法上规定 人大是 最高权力机构 对不对 李鹏总理 根据当时的戒严法 他用全选部 去戒严 但是 谁能够否定他呢 人大常委会可以否定他 对吧 决定戒严权的最高权力在 人大常委会 所以当时我们就主张召开 警戒人大常委会会 而且是把这个事情 基本上推动的差不多了 对吧 有五十六个公开签名呼吁 因为当时是超过三分之一了 就可以提议开会了 对吧 而且这个会如果开起来的话 那个 当然会来会影响很大 当然了 邓小平是明白的 对吧 所以把万里马上在上海就扣住 对吧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 我们当时的这个行动 对后来共产党的体制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八九年以前 人大是一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是一个贤子 他不是常委成员 万里当时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他不是常委 他不是嘛 对吧 当时对吧 也就是说呢 他把这个人大政协 是当做一个这个花瓶 真正的花瓶来看待的 那有点仇庸 就是说 你这个老子退下来了 安排一个这样的一个职位 对吧 当时是这样 但是在八九年以后 更开始明白 这个职位假的 能够变成真的 对吧 这个橡皮图上要硬起来 他可没办法 所以这个橡皮图上 一定要牢牢地控制在手里 所以 那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和政协主席 必须是 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成员 那个是 后来的一个规定 你会去看 这就说明当时这个事情 对他们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个 这件事情 什么叫宪政民主 你不就是按照宪法 规定的程序 来解决问题 对吧 我们是第一提出了这样的诉求 第二呢 实际去操作 因为正好有内有的条件 因为 当时那个 曹世元呢 他在私通社会发展研究所 当时我们做的一个主要的工作 就是去做这个人大常委会的这个院外 院外活动 对 就是影响 包括推破产法 那个 那个所有的过程 这个都是 包括产生保护 包括对宪法修改的意见 当时我们都已经提出这些问题 据说 现在在 我就说 好多人现在在呼吁说 我们中国要搞宪政 对吧 要走宪政改革的道路 其实 那要讲 那你不问八九年的这个当日 在二十年前 试图已经不光是在说 而且是实实在在在做这件事情 对吧 要是对宪法修改 把毛 把个人要从宪法的序言里头拿掉 当时我们对宪法修改有十大意见 世界经济党报都报道过 后来开过两次那个宪政讨论会 就是宪法修改宪法讨论会 对吧 包括在六四的时候 主张人大常委会开警警会 那就是说 我认为这件事情 对吧 无论到什么时候 那就是说 它的意义 我认为好多人现在还没有太认识到